一个未婚单身孕妇 给你们分享一下 她的孕妻生活是怎么样的 虽然我没有结过婚 没有体验过婚姻的状态 但是咱们从身边的例子 也都能看出来 婆媳关系 夫妻关系 真的很影响孕妇的情绪 说实在话 我的孕妻生活 还真的挺舒服的 从头开挂一直工作 到现在孕晚期快升了 没有任何的不是 反而精力充沛 我没有体会过 那种婆媳关系 或者是夫妻关系 带给孕妻情绪的影响 反倒在我妈妈这里 我成了香波波 因为自从我怀孕 我妈妈就从深圳回来 一直照顾我 真的是渴了她就给倒水 饿了她就把饭做好了 我只需要张嘴吃就行了 所以我整个人的状态 一直也都挺好的 情绪也非常的稳定 除了怀孕 也有让我变愁 其他事情还都挺让我开心的 所以我有时候会化化妆 有的人就会说 孕妇不让我化妆啊 婆婆都不让我化妆 我呢是想化就化 不想化就不化 我不化纯粹是因为我懒 包括在忌口这件事情上面 我也没有什么可吃可不吃的 对我来讲 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只是我会适当的控制好量 孕妇你记住了 情绪对孕妇来讲是最重要的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以你开心为目的 那么你说 什么样的婚姻关系 才是最幸福的呢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定义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 都不一样 有的人他遇到了对的人 他自然而然婚姻会很幸福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 都可以遇见一个很合拍的人 那么就不要让自己 因为世俗的观念 为了结婚而结婚 你一定要有一个人 独立生活的底气 不依赖任何人 不惧怕任何人的离开 所以你在没有拥有 这样的能力之前 你的满脑子 应该都是拼命的努力 强大自己 我身边这样的 女强人真的太多了 很多都选择了 去腹留子 并且自己 谈恋爱谈得非常的下 男朋友一个个坏 别提有多幸福了 所以 你现在所有的不幸 都是你自己选择 能够改变现状的 也只有你自己 那时我在为你家乌鱼 当地的发肆 为我 有阵风吹过 那时我在远处 想念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